她的演艺生涯因为种种的矛盾而显得特别的奇妙 刚出道的时候的她因为外形而受尽了委屈 可是现代的她却以多变光鲜的造型而受到了广大的称赞 很多人看她的节目都觉得她一定是很爱讲话 很爱热闹的人 可是她却说如果可以的话 她宁愿选择沉默一个人窝在家里面 她很怕吵 她是陶金颖 今天的真情指数是陶金颖的故事 许多人现在看陶金颖都会说她是家喻不小的陶主播 这样的称号几乎盖过了观众对她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印象 而帅子的陶金颖从来也不避会和人家聊起 刚进演艺圈时 自己因为长得不特别突出 又不懂造型 曾经吃尽亏 我一定去追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像我这样 也没有什么不对 好 今你的资料上面写了出道时间 日期非常的准确 1990年的11月23号 什么意思 是那天发片 出唱片 为什么会记得这么准确 因为我当初跟翁学良老师签了四年的合约 他让我等了两年 所以等到这一张要发片的时候 我就一直等着 啊 终于又要发片了 你说本来你被通知要出片是1988年就说要出片吗 1988年对 等了两年 对 为什么 我想 我现在慢慢了解了 那个时候会不解 而且你知道我们还是学生嘛 签约的时候 那人家说 听说你签约了 你要出唱片 你要变歌星咯 你知道学生很无聊嘛 除了读书就是吃泡面嘛 那接下来就是 你有什么 大家一直期待 我说谢谢 然后打电话有老师 老师说下个月我们就要出 我说好 谢谢 挂断 老师说下个月要出 然后真的吗 下个月过了 你什么时候要出呢 我说 老师什么时候要出 下个月 老师说下个月 我真的不骗你 我就这样讲了24个月 你知道那种别人的压力跟打击 我就想 我那种很不谅解 我说怎么会这样 这是什么圈子 但现在我待了十年多以后 我发现 当然它是有一些原因的 包括老师那时候是外置公司嘛 那主体公司可能有它的发片计划 再加上我外星都不是那么亮丽 你知道吗 人家一看 三个字没希望 可能看到我的外表就觉得 再说 这个你当时自己心里有感觉吗 我非常有感觉 因为 好像没有这样过 那边公司找了一个大师级的摄影师 他帮很多的那种巨星拍过 什么苏睿 蔡琪那时候 黄英都是他拍的 都是他去做那种整个设计的 他带我出去活生生拍了五次 每拍一次都摇头 他每次按一张就 怎么办 他就在我面前表现出来 然后我打击也越来越大 他说你转个圈嘛 转个圈啊 就是帮我唱了 我就一转去 连圈都不会转 结果每去一次就摇头一次 今天突然到台南的那个大学 不是国泰人社科大树吗 在这里拍看会不会好一点 明天突然到那个台北街头什么 拍了五次活生生 然后那时候对我打击很大就是 唱片公司主管就看着我也是 就这样做这样的距离 你脸上没有重点 你知道吗 直接这样讲 你的五官不行 就是很多血淋淋的这样子的批评 那时候当然很受伤 所以等到好不容易出片我才会记得 1990